第282集 太宗续命 2023年7月17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第十章 环寿生 唐王尊善果 渡孤魂 消雨 正空门 这一章一开始就是一首诗 这就是对人间的概括 我们看这一句 昨朝面上 桃花色 今日头边 雪片浮 这就是李白那一句话 君不见高唐明镜 背白发 朝如青丝 暮成雪 所以我一直认为 李白就是仙人 他来到人间 做人曹官 就是杀九转灵魂的 杀完了呢 他就回到了天上 继续做神仙 这首诗呢 总体来说 就是做人要敬畏天地 世界可不就是仅仅只有人类存在 那是上有神仙 下有地府 只是我们看不见 但是呢 我们要存有敬畏之心 因为呀 你早晚会去地府啊 到了地府 你还会重回人间 什么叫重回人间呢 那么重回人间这个地方叫什么呢 这就是六道轮回之地 这个地方啊 如果大家不好理解 那么我就给你做个比喻 你就知道了 假设呀 人间是一座33层的大楼 那么六道轮回就是大楼的电梯 电梯里面装的都是投胎的灵魂 而电梯的起点是地下一层 这就是地府啊 电梯呢 单向行驶 而且电梯里面的灵魂 无权决定在哪一层出电梯 这是由鬼使来控制电梯的 然后到了该你到的那个层 然后鬼使打开电梯门 你出来 你就是在这一层生活了 咱们明白了吧 你看啊 行扇的生化先到 这里这个善可不是你给乞丐一碗饭 这种所谓的善 这是小善 真正的善是大善 是上善弱水 是对全民族 全社会的善良 那就是一颗宫心 所以啊 当你一颗宫心用足了 那么你就直接来到了33天 你就成为了仙人 以此类推呢 如果你一路作恶 那么今生你连人都做不了 你只能做鬼了 你看啊 这里神仙作者特意对唐太宗说呀 你要将这段话告诉人间 这就是神仙告诉人类 世界上的确有地府 有六道轮回之地 所以说佛教他不是凭空来的 他也是根据事实而来 但是他拿来做恶事 来吸取善男戏女的经济神 给西方邪神 因此啊 这地方大家必须分清楚 宗教是邪恶的 但是地府却的确存在 也会给所有灵魂公平的审判 这就是为什么啊 邓小兵 周恩来 这样的汉奸卖国贼 他们必须夺赦的原因 夺赦就是不入地府 不入六道 他们一直在人间 那么地府呢 就没有办法审判他们 可是到了今天 东方神仙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人间显出东方大道 那么一切九转灵魂 都逃不掉 被我一刀砍掉脑袋 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死了 他们死了 他们就进入了地府 接受公正的审判 然后就在十八层地狱的那个酷刑啊 挨个儿来一遍 大家耐心等待吧 如果我能去地府 我就将这些汉奸卖国贼 所说的酷刑 都详细的讲给大家 这也是让正义得到伸张 然后呢 判官就送唐太宗 上了官道 贵道 大家这时候看看啊 这个六道轮回 仙道最高 这里我们注意一下啊 西游记中说的六道 和佛教的六道是不同的 这个刚才我都没有想到 这里我就明白了 我们先看看啊 佛教的六道是什么 天 人 阿修罗 鬼 树神 地狱 这是佛道的六教 你看啊 这里人呢 只占一道 剩下的都不是人 那个天我们可以理解为仙道 也是可以的 这时候我们对比 西游记中的六道 仙 贵 福 人 富 鬼 你看到没有啊 西游记中的六道 或者说真实的六道 也是天地人三界 天就是仙 地就是鬼 剩下的贵 富 人 富 都是人 这才是世界的真相 而佛教为了吓唬人民信他 你看佛教的六道 他在天地人之外 弄出了一个畜生 还有阿修罗 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归类 这就是佛教的六道 和佛教的典籍一样 他们弄出来大量的新名词啊 新概念啊 其目的就是让你迷糊 这个就和马云啊 搞出来一堆互联网新名词一样 什么又是抓手啊 又是负能的 就是这样的垃圾玩意 你看啊 佛教的六道 你完全不清楚其中的概念 比如阿修罗是什么 比如鬼和地狱有什么区别 你不知道 那你反观东方神仙的六道 最高层就是天 这就是神仙 最底层是鬼 这就是地狱 中间是人 人分四类 多么简单明白 所以啊 什么叫大道质简 什么叫真传一句话 就是如此了 因为真相很简单 一句话就讲明白了 那些死活讲不明白的 不是你听不明白 而是讲的人故意让你糊涂 这就是各种宗教奠基和王阳明心学 他们都是故意啊 让你糊涂 他们都是歪理邪说 因此当你看不懂他们的时候 不是你的错 而是你聪明 你不上当 而那些自以为看明白了的 你比如郭继承 王德峰 这样的大肆宣传宗教的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傻子 他们怕别人知道他们傻 所以他们故意讲的云山雾罩 以显示自己的高明 其实真的呀 他们就是二傻子 我真是啊 每到这个时候都把我憋得够呛 因为呀 不骂不解气 骂人呢 我也骂不出来 所以我就不说他们了 回到西游记啊 唐太宗 他是从贵道出来的 这说的就是 邓小平二世 一出生 他就身份显赫 这一辈子的路啊 他都被邓小平铺好了 而到了这个时刻 就是1997年 原来那个灵魂就死了 邓小平的灵魂 占据了这个身体 他就走上了自己 为自己铺好的路 这就是贵道 朱太尉再送一程 这说的就是 邓小平死后 朱镕基把持国家 同时呢 朱镕基也为 邓小平二世保驾护航 因为这个时候 邓小平二世 还没有什么根基 他才12岁 当然需要被保护了 他的保护人 领头这一个 就是朱镕基 因为朱镕基 当时是国家总理 几乎有着最高权力 所以邓小平二世 在他的保护下 才能安然无恙 此时呢 判官说道 若是啊 因私礼 无抱怨之声 杨世间 方得享 太平之庆 凡百百不善之处 俱可一一改过 这时候 判官就不是周来了 这地方啊 是东方神仙 告诉人间的领导人 要改变私心 走上东方大道 这其实也是 对人民说的话 那邓小平 当然不会答应了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那判官就离开了 此时 判官代表了 地府官员 他不能离开地府 同入门来 这个门呢 就是人间和地府 分割的那个大门 在这个门里面 朱镕基看到了一匹 海流马 就请邓小平上马 这个马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去查就知道了啊 这个就是 蒙古马的意思 朱镕基请邓小平 骑上蒙古马 就是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内乱要从蒙古开始 这个蒙古是内蒙古啊 你现在回忆过去的新闻啊 内蒙古自治区 是不是发生了大事 只是因为不被报道 所以人民大部分不知道 可是新闻呢 也偶有提及 这就是啊 内蒙古自治区 要废除汉字 完全以蒙文教材 统一学校 这不就是那独立吗 大家明白了吧 那么这件事 起于什么时间点呢 就是1997年 邓小平死的那一年 朱镕基就开始 让内蒙古啊 准备独立了 看到这里 你再想一下啊 我前面说的金平虎故事 那个犀牛经 他不是一孔三毛两脚吗 这代表了朱镕基 搞出来的分税制 而分税制的本质 就是制造藩镇 制造地方割据政权 就是制造军阀 最终是军阀大战 然后就内部分裂了国家 当时我说了 朱镕基以上海为基地 大力发展武警 他有权有军队 就可以找个机会 制造时段 就可以挑起内乱了 但是他一个人 他乱不起来 他需要各种地方势力配合 朱镕基当时选的 最大的独立势力 就是内蒙古 因此内蒙古啊 竟然几十年 积极废除汉字教学 只要蒙文 只让孩子们 接受蒙文教育 甚至他们连路牌子 都不要汉字了 全部要改为蒙文 那汉字要替出去 这是在干什么呀 这就是要复制 辛亥革命之后啊 袁世凯去世了 那个军阀大战 他们要再来一遍 而当时的主导者 就是朱镕基 他就是犀牛精屁寒 这个人被四野 切开了脖子 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死了没有啊 大家现在懂得 这匹马的含义了吧 这就是朱镕基 扶持内蒙独立 接下来呢 他们又看到一对 金色鲤鱼 这不就是鲤鱼精 胡锦涛吗 此时朱镕基 邓小平 已经在培养 胡锦涛这个鲤鱼精了 所以金色鲤鱼 就在河里翻腾 1997年 胡锦涛已经成为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此时 唐太宗看到 那条鲤鱼心形 不肯前进 于是朱镕基 推了他一下 他就回到了杨建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小说的写法 其实当崔判官离开的时候 他们就在杨建了 刚才说的都是杨建的事 但是因为朱太尉 这小说里 他也是鬼啊 所以他不能在小说里面 离开地府 所以他只能这么写 唐王喜欢那个鲤鱼 说的就是 邓小平喜欢胡锦涛 胡锦涛是邓小平一手提拔的 因此胡锦涛继续了 邓小平的卖国路线 同时这里也是明白的告诉我们 胡锦涛就是鲤鱼精 之前我没有证据 这里神仙给了我们直接证据 胡锦涛就是观音菩萨的鲤鱼精 所以当人间的制造 肾红素的邪恶产业链 被习主席斩断之后 胡锦涛就得不到同男女的滋润 他立刻就容貌大改 你看他阅兵时候出现的样子 他作为前国家领导人 他得到的都是全中国 甚至全天下最好的保养 可是胡锦涛仿佛一夜之间 摔老了二十岁 而且你现在回忆一下 就是阅兵世上 那个导演特意给胡锦涛首部 有一个特写 当时胡锦涛双手一直在颤抖 仿佛得了帕金森综合症一样 你按照前任国家领导人的待遇 他万万不能如此啊 他怎么会颤抖双手呢 更关键的是 为什么特意要给他一个特写 展现他颤抖的双手呢 这就是告诉你 他是鲤鱼精 他得不到同男女了 所以他维持不了身体的状态了 这真的是啊 其实习主席也把一切都告诉了人民 只是人民真的不知道这些事 现在呢 我就把这件事说清楚了 那么我们继续想想看 此时人间的文武百官 可不知道唐太宗被续命了 所以他们就商量要太子登基 这时候你直接理解为 邓小平死后将主席上来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你要带入当时的政治环境 1976年 毛主席去世 然后邓小平的改革 一路走到了1997年 这也有20年了 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人会觉悟的 就是他们意识到 邓小平在卖国 或者即便他们觉得 邓小平没有卖国 可是这个私有化显然有问题 对中国是不利的 因此此时将主席上来 也就自然会获得一些人的拥护 那么 这就对邓小平的卖国路线 产生了致命威胁 在这个时候 即便朱镕基也不好使 因为他毕竟只是个总理啊 他不是名义上的一把手 因此这个时候 就是达赖班禅出面了 其实这就代表了宗教势力出面 体现在小说里面 就是魏征说 可不要太子登基啊 陛下一定会还魂的 这说的就是达赖班禅 这种宗教势力 他们私下里大量活动 他们拉拢了支持江主席的人 稳定了邓小平路线 因此你看小说里 太子就没有登基吧 那么现实中 就是江主席没有拿到全部权力 只能和朱镕基等汉奸一路斗下去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 你就要思考啊 宗教一直强调啊 我们可不干涉政治啊 我们都是方外之人 其实这就是赤裸的谎言 宗教不但深入的干涉政治 甚至他们还试图左右政治局面 大家明白了吧 这个地方就是神仙一再提醒 宗教对中国的巨大危害 所以啊 汉奸卖国贼就是满清 而满清就是宗教 因此宗教才是国内最大的汉奸头子 三股势力就是宗教 还是武装起来的宗教 他们时刻试图制造市敦 从内部分裂中国 因此毛主席时代才横扫一切宗教 让回民养猪 让和尚种地 让尼姑还俗 大家明白了吧 为什么毛主席要做这些呢 因为不做的话 这帮宗教分子 直接就在国内制造分裂了 国家就根本没有办法 安定的搞建设 更别说宗教还是西方邪神 吸取中国经 中国人经济神的渠道 此时呢 棺材里面就大叫声音传来 你看这个字啊 这个字念烟 就是水淹其君那个淹 而这个字也是淹没的意思 可是为什么 神仙在这个地方 用了一个如此的生辟字呢 这就是其中含有深意 你看这个字啊 左边是三点水 这就是江主席的意思 是说江主席杀死了邓小兵 但是这个杀死 不是说杀人 而是路线 是说江主席 在不断废除邓小兵卖国路线 那你再看右边 是和家念 这个这个字啊 是二十的意思 代表二世 这就是说 邓小平和他的二世 那个身体 他们合体了 大家明白了吧 同时你换个方向理解 这就是说 江主席和二世 一起杀死了 邓小平路线 在东方神仙 那看来啊 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 是毛主席 第二代领导人 不是邓小平 而是习主席 邓小平 胡锦涛根本不被东方神仙承认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字的意思是 江主席和习主席一起 杀死了邓小平的卖国路线 大家懂了吧 所以神仙的一个字 都有十分深刻的含义 这个真的 大家要好好理解啊 那么你看此时啊 宫殿上就乱套了 这个乱套是精准的描写 邓小平去世之后 江主席时代 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那段时间就是乱极了啊 经历过的都知道 但是最终是你看啊 四个官员过来 俯好了棺材 这就是说 邓小平的卖国路线 最终胜利了 江主席他也没有完全正攻 他只是减缓了 邓小平的卖国路线 却没能彻底废除 邓小平的卖国路线 因为四个官员 可都是实力派啊 他们为邓小平保驾护航 江主席也没有办法 彻底达到他们 这里的四个是虚数 是很多很多 邓小平他那个时代的人 具体是谁呀 那我也不知道啊 大家结合自己 来得到的资料去猜吧 此时呢 魏征出面说话 这代表当时宗教设立 占了绝对上风 所以说他们来说话 说到这里啊 我突然想起一个新闻啊 就是当年 好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会全体起立啊 全体代表都起立 为死在民族分裂分子手下的 人民默哀 当时所有人都站立起来默哀 只有一个回族代表 戴着小白帽 他端然的啊 坐在椅子上 一动没动 他是一个著名的大阿红 他就是不动 别人都站起来了 他就不动 而且就跟和他没关一样 他是在那儿搭了脸皮 一动也不动 大家看到了吧 就当时的宗教势力 已经猖狂到什么程度了 全国人民都为牺牲的人民默哀 而他们是根本就不在乎 他们根本不把国家放在眼里 大家去找那个新闻吧 看了今天是很生气的 接下来这段情节呢 就时间跳跃到了习主席时代 大家看最开始说的啊 淹死我了 这就是说邓小平的卖国路线被终止了 然后你看啊 唐王说 我看见双头鱼戏 双头鱼就是指胡锦涛那两戒 朱太尉七星 就是朱镕基暗中作乱 将阵推下马来 这就是朱镕基即便下台了 但是他一直在阴谋推翻国家 这个朱镕基这时候不是他一个人啊 就是起码还包括温家宝 就是他们这帮人 这个我前面和以前的视频都讲过 大家一想就明白了啊 所以为什么 犀牛精辟寒 没有经过名正典型 直接就被切开了气管 这个应该是 他实在是犯罪太多了 可能都没办法审判了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啊 那么现在 魏征说 陛下鬼气未解 这个时候 魏征就不是班禅达赖了 而是变成了东方神仙的人曹官 但是这个地方啊 说的是不是我 我可就真不知道了啊 此时啊 我也不是说大话 而是实话实说 这里说的鬼气 不是针对习主席说的 而是针对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说的 因为几千年来 几百年来 尤其是近一百年 最重要的就是 最近几十年 人民被西方携身骗的 那是连亲妈都不认识了 更别说祖宗了 鬼气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真正的历史 世界的真相 早就没有人知道了 现在 唐王吃药 服用了一二次 这就是2012年十八大 方才反本还原 知道人事 这就是说 是从习主席十八大以来 人间才渐渐正本清源 只是那时候刚刚开始 大家也不知道 真正知道 要现在了 就是2023年 从这一系列视频出现 那么大家才能开始 认识真正的世界 然后你看后面说的 一记唐王死去 这一记两个字怎么解释 其实这句话是没有解释的 所以你要将一记和三昼夜 加在一起 这就是13 就是2013年 2013年 齐主席提出了 一带一路计划 这就是赴回阳间为军 这是路线改变的标志性事件 所以2012年 2013年 说的就是这两件事 而阳间说的就是东方路线 之前我们中国 一直就是阴间 是卖国路线 现在从18大之后 一带一路之后 那就是阳间路线了 然后呢 是次日早晨 脱了校衣 换上彩服 这个就是说 彻底丢掉了 邓小平卖国理论 同时你看 那些官员 是红袍乌帽 乌帽啊 就是黑色帽子 这意思是说 整个国家 真正的 敌人在高层 他们是黑色的 那不是头部帽子吗 而整个国家的整体呢 你说人民也好啊 说官僚体系也好 大部分人还是一颗红心 天明起来 这应该说的就是十九大了 此时你看那句话啊 清平有道 大唐王 起死回生 礼陛下 这就是说 习主席给了中国第二次生命 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后面大家会明白 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啊 接下来一段 是唐王复述过去经过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看后面啊 这一段很重要 我们先看啊 唐王将死刑犯 四百人赦免了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四百人 是精准的指向那些九种灵魂 他们 其实你按照中固为点名就可以了 赦免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小说里面写了 让他们回家 见见父母兄弟 然后财产分配一下 这就是给时间 留一言了 然后呢 然后他们都要回来 回来就是开刀问斩 他们都得死 之前人民不知道 中国有这么多九转灵魂 现在随着我的视频出现 大家就明白了 原来人间还有如此邪恶的存在 那么既然东方神仙告诉人民这一切 自然就不能任由九转灵魂再祸害人间 所以他们都得死 这是在东方神仙层面 对人间所有九转灵魂宣判的死刑 接下来释放了三千老幼才女 这个就是指那个邪恶产业链 这个邪恶产业链需要大量童男女 甚至年轻男女要杀人 取那个沈洪素啊 现在呢 他们都被习主席解救了出来 那个不是配军吗 就是这个小说里写的是啊 就是和军人结婚 实际这个意思是什么呀 是出动军队解救 大家明白了吧 接下来一顿情节 特别有意思了 我给大家详细解释 同时这里啊 大家还要注意啊 时间是重叠的 我就不再刻意解释了 唐太宗不是被地府虚命了吗 他答应的报酬要给呀 那么这个时候的唐太宗 就代表了邓小平二世 也代表了所有的汉奸卖国贼 唐太宗贴黄榜 招人送瓜果去殷私 那么这件事就代表了邓小平 时代的卖国路线 而此时又说天下无一人不善 这就是说的习主席时代 东方路线大放光明的时候 人民各个都是功心 因此就是小说里这一段 同样的文字却说的是两个时代 还是截然相反的两条路线 我必须讲明白 后面还有一件事 就是让恶国公胡靖德去河南开封 找向良还债 这件事啊 其实你要反着看 先说还债是什么意思 你看是向良还债 这就是说历朝历代 汉奸卖国贼瓜分的国家财富 都要还给人民 这里的向良 我可以说啊 特指啊 朱镕基 温家宝 李克强 就是他们仨 他们抢劫国家的财富 都要吐出来 那么你要再宽泛点的 就是所有的汉奸卖国贼了啊 那么恶国公呢 就这个地方 这个恶它不是湖北吗 就是代表湖北武汉发生的疫情 说明这个地方是汉奸老窝 你看那个方方也就处在这 所以这个地方的头目 他姓胡 代表了胡人 那胡靖德 那这就是说啊 胡人都归顺了 明白这意思了吧 而且胡靖德去找向良 就是说有人反水了 就是有汉奸投降了 然后他带路去抄家 那他自然是熟门熟路了 大家懂了吧 这接下来这一段呢 那可是太神奇了啊 这就是我师父的神仙笔法 唐太宗啊 不是要送南瓜去地府吗 他就要找一个人去送 那么活人怎么能进地府呢 进不去啊 所以必须有个死人去送 但是谁会为了这件事自杀呢 人都是惜命的 都是怕死的 所以说应该是没有人去自杀 结果呢 就是真的有一个人来了 来自杀了 此时我们注意一下啊 这个时间就不是西主席时代 这个说的啊 时间就一下子来到了 整个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了 这是中国周天子之后的历史时期 都包括在这里了 这个人来了 他说他是君州人 这什么意思呢 君州就是君云的意思 就是代表了全中国每一寸土地 而且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历朝历代 君云都给平均了 所以这个人 他就是全国人民 也包括现在的人 也包括历史上的人 都是我们中国人 他叫做刘权 权就是全部人民的意思 就从古到今 全国每一个人都是刘权 就是全部人民 那么他为什么姓刘呢 此时啊 你要看他媳妇叫什么 他媳妇叫做李翠莲 大家看到了吗 李翠莲呢 在古代 他应该怎么被称呼呢 人们会叫他留礼士 这三个字 其实就是留历史的意思 留下历史 留下真正的历史 大家明白了吧 他们夫妻啊 夫妻啊 合在一起 就是留下全部真正历史的意思 但是呢 这个媳妇却自杀了 为什么自杀呢 因为他用金钗 斋僧 斋僧的含义 大家都知道吧 这就是寇原案那个故事 详细讲过的 对外输送利益 中国的财富都摆给了外国人 在门首摘僧 就是最高层 他们是卖国的 因为最高层卖国 所以这个媳妇就被刘璇骂了几句 他就自杀了 这是谁自杀了 是中国历史自杀了 大家懂了吧 这就是说的 历朝历代 尤其是满清 他疯狂的篡改 中国历史 这也就是 毛主席说的啊 那个三皇五帝 有多少那个历史 是真的呀 没有多少 都是假的 然后你看 这个男人 因为媳妇死了呀 他也就不想活了 他就来接黄榜 他也要自杀了 那么现在就剩下一对 儿女 年幼 昼夜 啼哭 这对儿女是谁呀 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 而他们的父母 就是中国的历史 全死了 这个男人来到了金庭馆 这个金就代表了胡人 你想一下啊 大宋朝时候的金兵 就知道了 这就是胡人 胡人停在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敌战区了 你以抗日战争时候的 日战区来理解就对了 那么这个男人 就死在了日本人手下 你换到现在呀 那么就是胡人坐高堂 其实就是特指胡锦涛时代 这个男人 就是胡锦涛时候的 全体中国劳动者 这样说大家好理解 其实他也代表了 中国历史上 所有的中国人民 中国劳动者 你看啊 这个男人 头顶南瓜 这就是瓜分国家呀 不是他瓜分国家 而是胡锦涛瓜分国家 所以劳动者只能自杀 这就是服毒而死 胡锦涛就是想尽各种办法 压榨中国人到死 你不死 你就被压榨 死了 那你就成了人参国了 看懂了吧 这段文字啊 真是太神奇了 当我想明白之后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啊 中国劳动者 死后来到地府 阎王收了瓜果 就说唐太宗 然而有信 这就是说 邓小平 胡锦涛 坚决地卖国 而你看这个男人说的话 他说呀 我情愿 舍家弃子 捐屈 报国 看到了吗 就是说 中国人民所有的苦难 我们自己并不知道 我们被 邓小平 胡锦涛 邪恶的宣传机构 完全给洗脑了几十年呀 我们改革了 我们开放了 我们大发展了 我们都世界工厂了 我们都富得不得了了 但是实际上 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苦 人活得越来越累 都不敢结婚生孩子了 几十年来 建设者辛苦创造的一切物财富 去了哪里呢 竟然没有人想过 而邪恶的宣传机构 一直宣传 人民要艰苦奉献 这就是无数个 金灿荣 郭继承 王德峰 这样的专家 被疯狂树立起来的原因 你比如金灿荣 他说 国家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啊 我们的路向可是太对了 太对了 所以你们老百姓 千万别造反啊 你们就等着就好了 我们等着等着 我们就成世界第一了 就是他要你别造反 我们一切都好 然后就出现了郭继承 郭继承说 吃苦就是福 你吃多大苦 你都应该的 你不能不吃苦 你必须吃苦 你就是生下来的命 就是吃苦 你就是出苦的命 你吃的苦越多 你以后越有福 如果你对这些 你都产生怀疑了 那不是还有王德峰吗 王德峰就给你大谈 他特谈的 这个佛教 佛陀 如来 王阳明 释迦摩尼 还有基督 这些乱八道的 他说 你这么苦啊 那是因为你的心里 没有放下 你的心不空啊 你的心一空 那你就幸福了 然而就这个货呀 他天天中华烟抽着 一包中华 好几时上百呀 他一节课 他恨不得就抽一包 你问问他 为什么他不能放下呀 他连一颗烟 他都不能放下 他上课都得抽 而且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 然后呢 他告诉你 你都得放下 我就真的是 我真的快憋死了啊 因为真的就到这个时候啊 我其实早就应该破口大骂了 但是我知道我没法骂出来 所以呢 我就不说了啊 我真的是骂不出来了 就这帮人的邪恶 已经超出了犯罪的范畴 他们都是畜生转世的 我就等着看 他们什么时候死 他们死了 我一定去地府参观 他们怎么在油锅里边哀嚎 到时候我会都告诉大家的啊 此时你看啊 中国的劳动者就都被害死了 他们到死都没有觉悟 还在谢恩呢 这就是西方邪神可怕的洗脑手段 这个时候 阎王就问了一下 你媳妇怎么死了呢 他就要勘察一下啊 接下来的一段啊 可就是对未来的预言了 这个未来现在已经开始了 大家仔细看啊 留权夫妻相会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中国留下了全部历史 阎王说他们有登仙之寿 这就是说 真正的中国历史是千秋万代 永不断绝的 可是现在中国历史不是断了吗 那么怎么办呢 那就是还魂呢 阎王说 唐王的郁媚 这个什么意思呢 郁媚啊 就是愚媚的意思 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叫做李玉英 玉英是什么意思呢 你反过来 就是英语 看懂了吧 玉英就是英语 在这个地方 英语代表了西方的一切 从所谓的文明到历史到科技 这一切啊 都是英语两个字代表了 而这一切呢 都是愚媚的 所以阎王爷说 这个愚媚的英语 应该马上死 于是鬼使呢 就带着刘全夫妻来到了人间 你看啊 此时写了啊 长安大国 这就是习主席的全新时代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刘全呢 他因为尸体还在 因为他刚死嘛 他直接就还魂了 那么他媳妇李翠莲呢 这个就特别有趣了 你看啊 鬼使带着李翠莲 来到了皇宫内院 这就是说中国的最高层 那个玉英公主在花音下 看到吗 花音呢 就是说啊 西方的一切 不过都是中华文明的 阴影下而已 还徐步绿台而行 绿台呢 就是青色 就是满清 这就是说呀 从满清到邓小平 到胡锦操 最高层 一直就是拼命推行西方的一切 这个西方还踩着满清 他们在满清的上面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这个就是玉英公主 然后鬼使直接就杀死了这个玉英公主 这代表西方文明被杀死了 他们死亡了 也就是说 在习主席时代 西方文明彻底完蛋了 那么鬼使就将李翠莲的灵魂 推入了玉英体内 李翠莲就活了 你看啊 现在啊 刘全和李翠莲都活了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真正的中国历史 全活了 中华文明 回归了 此时 我就要再次给大家解读 太宗续命的真正含义了 就开始我说了啊 太宗续命说的就是 邓小平 夺赦重生 进而代表了所有九转灵魂的夺赦 但是到了这一刻 太宗续命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这个含义是更高层次的 是在神仙层面说的 太宗在这个时刻代表了习主席 是习主席延续了中国的国作 恢复了中华文明 是习主席呀 被新中国续命了 毛主席建立了新中国 而汉奸卖国贼 以邓小平周恩来为代表啊 他们差一步啊 就毁灭了我们的新中国 如果没有习主席 我们就亡国了 现在是习主席打败了国内外一切敌人 包括天上的西方邪神 所以习主席给了中国第二次生命 这就是太宗续命 神仙是不会埋没中华英雄的 何况习主席对国家民族 做出了镇朔古今的贡献 因此神仙这里直接写下了习主席的姓 你看啊 李翠连 这个翠就是上面两个习 下面一个族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习主席时代 终结了流传几百上千年的伪造的西方历史 包括中国历史 族就是死亡 终结的意思 一切虚假的历史 到了习主席时代 都被彻底揭穿了 伪造的历史也就死亡了 而后面那个连字呢 就是连上真正的历史 中国真正的历史 被习主席从大禹时代连接了起来 大家懂了吧 这就是东方神仙 对习主席的高度肯定和赞美 如果没有习主席 我们现在已经亡国了 按照敌人的计划 2017年 中国就应该亡国 因此他们都准备好了 口元外的两个儿子 通过上一集 我们知道周恩来夺射了一个人 这个人和重庆 关系极为密切 我现在认为 周恩来夺射的那个人 就是寇元外两个儿子之一 所以其中之一呀 就是周恩来二世 以周恩来的恶毒 如果二十大 习主席没有取得胜利 而是周恩来二世 坐上了他上一世的老位置 就是中国总理啊 那么中国就直接死亡了 根本没第二个可能 是习主席延续了国家的生命 并且终结了所有东西方伪造的历史 伪造的文明 并且连通了古今 将大禹时代的攻心 再次引入人间 这真是啊 坦白说 习主席的功绩 比起毛主席 一点不逊色 他们都是几千年一出的伟人 当然啊 他们也都是神仙下界 是东方神仙 挽救了中国 这个大家好好体会啊 我已经没有语言可以赞美了 我们都是 所有中国人都是劫后余生 重见光明 同时呢 我们还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大道 这一切啊 真的是感激啊 习主席 发自内心的感激 如果没有习主席 我们现在都变成人参果了 好了 这段情节可是太重要了 大家好好体会 接下来我们看啊 那个公主在花音下奄奄一息 就是说啊 西方文明就剩下一口气了 此时公主苏醒 这个地方还有个细节 我忘了解释了啊 我之前一直说公主 但是你看神仙写的字 是宫殿的宫 就这就是啊 公主 这意思和那个传统的公主还不同 这里意思是啊 西方文明霸占了整个中国 所以它是公主 大家明白了吧 此时他说啊 三个月前我死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人他就已经变成李翠莲了啊 为什么死呢 是因为摘僧 这什么意思呢 三个月就是一百天 但是这里呢 是代表一千天 却不是一百天 为什么如此呢 因为这个就是师父直接告诉我的 我一开始就知道 这里是一千天 一千天代表一千年 从现在算向前一千年 就是一直来到了 真正的唐太宗李世民时代 那时候是李世民请来了佛教 这就是历史上那个唐玄藏取佛经 因此中国就开始大规模对外输送利益 国家就陷入了绵延不断的劫难之中 说到这里啊 我突然想到啊 这个唐太宗杀兄弟 那不就是邓小平杀革命同志吗 那不就是宋朝的宋太宗杀他哥哥宋太祖吗 这也就是大明朝二代皇帝朱棣 彻底改变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东方路线 朱棣就派郑和去取经了 真的是啊 在神仙看来 人间一直就是如此简单的重复 开国皇帝带领人民走上东方大道 然后二代皇帝一出来就推翻了开国皇帝的路线 紧接着就开始卖国 而且他们还伪装的正义无比 你看李世民他不就是千古弊帝吗 其实他就是卖国贼呀 甚至他就是胡人做高堂啊 同理你直接来到新中国 毛主席一去世 那不就是邓小平奔就蹦出来了吗 这个和历史真是惊人的复制啊 因此我完全啊 我们就完全可以明白了 你看中国三五百年就被异族土豆杀进来 这就是完全因为有内鬼对外输送利益 而且这个节奏它是越来越快 因为科技发展了输送 那对外输送利益的速度就加快了 那么敌人的手段就更厉害了 所以邓小平灭亡中国的时间就大大的缩短了 因此他们真的就准备在2017年将中国灭亡了 真的这个就是太可怕了 不敢回头看啊 好在习主席胜利了 好了不说这个啊 这个太可怕了 我们继续线下看啊 下面这一段啊 很多都是重复的话 就是说的地府建文 我就略过了啊 这里最重要的是这一句 我吃什么药 这里都是我的家 我家是 这里不是我的家 我家是清凉瓦屋 不像这个害黄病的房子 花里胡哨的门扇 这个我就直接举例吧啊 你可以看成是毛主席时代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他们说啊 毛主席晚年疯了 路线错误 这就是要吃药的意思 清凉瓦屋 这地方代表人民 害黄病的房子 代表当时的汉奸卖国贼 以及那些高层的官僚 他们要千秋万代的做官 他们和人民割裂了 所以他们就是害黄病的房子 花里胡哨的门窗 是说宣传媒体不说人话 是他们说的啊 都是老百姓听不懂看不懂的文字 他们在欺骗老百姓 这其实还是说的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事 最后 唐太宗就让刘全夫妻回家了 那么这就代表着 真正的中国历史 在民间开始普及了 接下来呢 就要说到另一个事情了 玉池公来到了河南开封 找向梁 你看啊 此时你看这个人 他原来是干嘛的呀 他是卖水的 卖水是什么意思呢 水就是财富 这就是说 朱镕基对外输送财富 也代表他那个分税制 那么现在他们为什么改行 卖乌盆瓦器呢 你看啊 他们是在门首卖 门首就是最高层 这说的就是胡锦涛 乌盆是乌黑的饭盆 这是代表啊 老百姓的饭碗 粮食 就是说啊 中国的粮食都被胡锦涛 邓小平污染了 一污染他就黑了嘛 这是乌盆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的是啊 邓小平时代 他让他的闺女一路推行的 引入外国那个种子公司 比如是啊 孟山都就这种公司啊 就这些外国的种子公司啊 控制了中国的粮食种子 你看啊 就这个邓小平啊 他真是满门汉奸的 他家里啊 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少啊 估计就连他家的耗子 都是卖国耗子呀 真是把我都气得 我都无语了啊 为什么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人突然就多出来 无数种疾病 那就是和那个邓小平啊 和他的闺女 根据美国人的命令 或者说西方邪神的命令吧 他们引入了大量的外国 各种各样种子 从粮食种子呀 到蔬菜种子呀 这个其实最明显就是 我 比如说我小时候 就是我年轻时候 我上大学之前 我在老家 我吃的蔬菜 黄瓜 随便你摘下来一根 你掰开 整个屋里都是黄瓜的清香 那西红柿 你掰开 整个屋里都是西红柿那种特有的香味 但是现在 你从超市买来的黄瓜 买来的西红柿 你就买来一筐 一缸 你给它捣烂了 它都没有半点那种香味 这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种子被污染了 这就是乌盆的具体含义了 而这一切都是啊 邓小冰和他们一家子干的 我真的啊 我就看看他们什么时候死 如果他闺女啊 也是九转灵魂 那我一定亲手砍下他的脑袋 这真是气死我了 就是因为他们引用了这些特别坏的种子 因此中国人民才生了这么多病 因为有了这么多病 所以那个李克强 他就把这个医疗的蜘蛛传言给做起来了 你看看 敌人是多么的缺德 多么的恶毒啊 他们这一切都设计好了 根本目的就是让中国人死啊 这这是气死我了啊 说完了乌盆 再说这个瓦器 那瓦器什么意思呢 瓦就是瓦解 瓦解国家公器 就是瓦解共产党的领导 让中国亡国制造女儿国 这个就是说的胡锦涛了 他的妻子叫做张氏 这个张氏就是寇原外里那个张川真 是一根历史的针线 将这么多汉奸卖国的穿在一起 这个张氏就可以就直接理解为夺赦的意思啊 就是制造九转灵魂 那么他其实是谁啊 其实就是达赖 班禅 就是高云喇嘛 就是这帮人 正是因为西方邪神赏赐了这帮人永生 所以这帮人才玩命的卖国 然后我们看看啊 他们在阳世间是好善的穷悍 这就是当着人民的面 他们都是人民的好总理啊 那个十里长街宋总理啊 那个温家宝他就一双鞋啊 一双鞋穿十年呢 那中级呢是扛着棺材创地理认呢 那李克强李克强好像没说过 自己穷啊 还是这意思啊 就是说他们表面上一个个都是 哎我是人民的好总理啊 知我罪我唯有春秋啊 但是被人处 他们却是鸡与堆金的长者 这直播的就是啊 实际上他们一个个复克敌国呀 朱镕基啊 温家宝啊 李克强啊 胡锦涛啊 他们个个都是复克敌国呀 真是啊 杀他们一千刀啊 都不解恨呢 尤其是朱镕基 你看他害死了多少中国人呢 东北的整整一代人呢 甚至好几代人呢 都因为他家破人亡啊 哎 就这种事我真是 我都不能说 一说我就会太情绪激动 我就说不下去了 造恶无边呢 就真的啊 就是朱镕基 他死了之后 给他立块墓啊 上面写着墓之名 就只能是这四个字 如果他还有墓碑的话 那就刻上这四个字 造恶无边 这是东方神仙对他的审判 此时就到了现在 习主席时代 也就到了啊 所有汉奸卖国贼 灭亡的时刻 你看啊 他们都被吓得魂飞魄散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本府官员就在眼前 本府官员就是 金平府官员 就是习主席时代的官员 这是人民的审判 历史的审判 已经来了 小说里面写的是 玉池公替唐太宗还钱 这一对夫妻死都不敢收 其实这意思是啊 他们被抄家了 他们的家产都充公了 然后呢 就盖了一个大象国寺 还给这一对夫妻做了生词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我估计啊 是建立了一个警示教育纪念馆 然后让所有贪官污吏 我就这里特指啊 朱镕基 温家宝 立刻强这样的 让他们呢 类似秦桧夫妻呀 做一个跪象 跪在岳飞墓前 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一集啊 含义可是太深刻了啊 大家要好好体会 那么这一集呢 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这里